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Steam上面又出了一款 超強的工藝遊戲 V Rising 這幾天攻佔很多不同的實況台 多得到幾萬的小的到各位數 可見這個遊戲真的是豐盛 但是看到實況的你 肯定又是不知道是哪裡要玩了 我個人是玩了幾天 私下也跟朋友一起玩了好幾個小時 你想要知道結論的話 其實就是用318塊錢 買到可能會破百小時的遊戲 在Steam的平台真的也是算少了 前一款我記得還是瓦爾海姆 那時候蠻多人推坑的 後來也是忘記為什麼沒有玩的 事後是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你要是有喜歡類似的工藝遊戲 覺得哪一款小有毒性 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那麼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聊聊 V Rising 這款同時存在PVP跟PVE的系統 一個吸血鬼的遊戲 到底在吼什麼、玩什麼 今天都會跟你介紹介紹 如果你有喜歡珍酷影片 或者是遊戲你覺得不錯 對到你的胃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點讚 訂閱訂閱 小鈴鐺也別忘記打開了 下次介紹哪款遊戲 才會知道他們在玩什麼 首先 V Rising 是一款工藝生存類的遊戲 這種也可以稱作沙盒遊戲之一 沙盒的概念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有限的世界裡 探索做很多自由的事情 像是採集、蓋房子、狩獵 當然不同的遊戲 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最直觀又類似的 應該就是我的世界Minecraft 它應該是沙盒的始祖 也是不少人覺得超有毒性的一款 甚至還有很多實況主的主題之一 那吸血鬼崛起 它的要素就結合工藝、對戰、採集 三個重點在砲 開發團隊早期的遊戲 是戰鬥儀式 Battle Right 四年前也是造成不小的聲浪 評價有六萬多折折 84%的極度好評 不過 Battle Right 它是很特別的近戰大逃殺遊戲 這次團隊是把對戰的系統 套用在MineRiser身上 我自己玩起來的感覺 會很有以前魔獸世界PVP的感覺 有時候打一打會想到 以前南海陣外面打架的日子 Anyway MineRiser的世界跟我們人類不同 格局是完全的相反 我們要用反人類的方式去思考 才會了解這所謂的吸血鬼 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雖然叫做吸血鬼崛起 但進到裡面 你可是一點都沒有崛起的感覺 因為這一整片土地 原本是吸血鬼的天下 但是我們跟人類的戰爭 一直都沒有停下來 打到最後 吸血鬼輸了 輸到脫褲子的我們 就只能躲在城堡裡面苟且偷生 等待著你上見 呵呵 幫助吸血鬼絕戲 給我講一下變成手遊 我這麼算不算逆向行銷 遊戲的開局是 利用類似伺服器的方式 你可以在網路上租借一個 也可以自己開私人 簡單玩就好了 我建議如果你朋友不多 幾個人要玩 網路也不會說太差的話 私人開一開就可以跟朋友玩得很開心 因為吸血鬼絕起 雖然才318塊錢 受眾相對也比較廣一點 要花錢租一個伺服器 除非你是玩長期 要不然我覺得絕大多數 應該都是只想跟朋友玩玩 所以建議就開私人簡單玩 會比較實在 當然長期開下去 有心經營也不錯 不過線上 你會不知道進到房間的人 到底是誰 就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吸血鬼進來 像是你遇到我的話 可能沒上線或是斷線了 房子就不小心給我拆了 也不一定 當然啦 這個後續也會引發人家想要扁你 被追殺 那也是我自找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有不認識 或是只想跟朋友的話 就可以在房間設個密碼 更細節就可以在左下角的設定 打開會看到什麼 吸血鬼最怕的大蒜傷害幅度 這類型 不要動是最好 因為這算是種族的設定 你拿掉那就不好玩啦 還有像是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玩的話 也可以把同種族的數量 從預設4人調整到10人 因為你開好房進到遊戲裡面 可以開類似公會的部落系統 內建人數才會是最高10人 好處就是 這樣朋友一上線或是亂逛的時候 就會知道他們個別在哪裡 地圖都會標好好的 因為地圖超大 要找人資源 如果你不標清楚的話 你就準備好被打到升天了吧 所以針對世界太大的問題 也會在各地有不同的傳送點可以傳 只不過這邊要注意的重點是 房間設定預設是不能帶資源傳送 強烈建議一定要把它給打開 要不然跑的時候超遠的採集 或者是打怪 去的時候很快 那回家那就苦囉 還有身上攜帶的資源 可以比照自己的設定去調整 如果你是單人玩的話 可以把採集的資源調高 效率會比預設的還要快很多 主要是遊戲不只可以多人玩 自己玩也可以玩得很爽很開心 只是無聊一點沒有人可以聊天 默默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厲害 進到遊戲裡面 你會在一個目的裡面開局 初期唯一的引導就是左上角的任務 跟你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會有我是誰 我在哪 我要做什麼 不會開場就無頭蒼蠅 不知道自己要從哪邊就開始 就退坑了 唯獨就是沒有新手教學 所以就只能看看自己整個介面 有什麼那就按什麼 也還好沒有太複雜去摸索 就是R是遠程攻擊 C是反擊 最後就根據你的武器來決定 Q1是什麼而已 不過當初一進來遊戲裡面 我還以為可以用手把玩 就很可惜只能用鍵盤 應該是這類型的遊戲用手把 沒有鍵盤來得快 應該啦 我也不太確定 那遊戲的世界是很大的 一開始你就要選一塊土地 作為自己最初的據點 據點設置在哪裡很重要 我玩兩三次吧 一次是自己跟觀眾玩 另外一次是跟朋友玩 第三次就是進別人的房間試試看 再怎麼樣 我都很建議大家可以把你第一個 一個據點 適合的靠近傳送點一點 我知道可以自己做傳送門 但算是捷運中期了 會這樣建議是因為 第一個據點 是身為新手的你 很盲目的一個時間點 你不知道要哪邊採集 不知道要做什麼 適合到處走走 這時候的你真實時間 會過得超級快 這段摸索期 欸不對 可以叫做拓荒 也是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從不懂到很了解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很好玩 你為了建造就必須要蓋 第一個城堡之星 附近如果有石頭、木頭 還是你朋友不小心擋到了 就沒辦法蓋 所以必須要把他們摧毀才可以 當然你朋友就叫他閃一邊就好了 城堡之星顧名思義 就是你據點的核心 所有運作的方式 都要靠它才可以運行 比如說你後面的伐木 城堡之星沒有運作的話 那就不會轉 要籠框的話 城堡之星沒有跑 那就不會龍 大概是這類的意思 建築的部分也涵蓋很多不同的房子 像是研究科技、煉金 還有儲藏櫃可以做 城堡也會因為科技的改變 變得越來越漂亮 還可以分門別類 蓋各種不同的房間 像是資源的房間 可以用資源的地板 產量也會因為地板的關係 有所加成 只不過要整個主堡動起來 比照我們吸血鬼 當然就是要用血液來驅動整個運作 中間會有類似暗黑血量的球 這邊叫做血池 顧名思義就是每個人身上 都會有一個儲存血量的容器 當你的血池空了 那你就準備好升天啦 HP會扣得超級快 這個血池也可以拿來補HP 快要空之前 就要去野外找血存起來 找人或是動物都可以 打差不多一半以下 就可以吸他們的血 那時候玩 我以為是很可怕的事情 沒想到這吸第一口 看到後面的趴數 好奇心就來了 因為這個趴數 主要是跟你說 怪物跟人類的血也會有優質跟劣質 趴數越高的 那他的血就是AA加 呵呵 到後面你也可以控制這些人 把他們帶回家 好好的使用 不是你想的那種 是要不斷的取他的血液來用 因為優質的血才會讓你維持滿百的戰力 你才可以去幹掉更強的人 那你殺這些怪物跟人類的時候 都會有血液精華 這些精華就是可以讓你城堡運作的主要素材 沒有這個素材 你啥都沒辦法做 所以是不是 從不懂不懂 直到了解 是不是很爽 最後就會因為了解得越廣 你的家就會變得越來越興盛 從封建時代還是木頭的時候 慢慢進步到石器時代 鐵器時代 直到破關 不過這都還是 血液跟工藝的部分 最好玩還是要講到戰鬥模式 戰鬥有兩種方式 你從一開始開防就可以選擇 要PVP還是PVE 簡單講就是純打怪跟 打怪加上人跟人對戰 我主要玩的是PVE而已 PVP沒有碰 只是我在玩的時候 也是有人為了PVP 想要架設一個伺服器 自主舉辦比賽來玩 那你要是其中一個的話 我超樂意你在留言區可以說說 PVP的優點 讓更多人知道 PVE的玩法就是前頭提到的 你蓋很多不同的房子 蓋到一半會發現 有一些房子的藍圖沒有了 所以這時候就要依靠 寫字祭壇來找特定的人來殺 有些是可以拿到藍圖 有些是純粹可以拿到他的招式 因為你所有要擊殺的對象 他都會給你一個技能給你用 大概的分類會是這五種 血液、邪惡、團絕、混沌、冰霜 全部打完技能也差不多累積滿了 每隻怪物你用別種屬性打 也都不一樣 重點是你不用特別去 練等級、農等級 才可以把這些東西農好農滿 唯一會改變的就是 你血量的左手邊的數字 這應該可以叫它裝等 不是等級 有點像是全力封鎖 你裝備等級到多少 那就是多少的概念 你裝上的裝備越高等這個數字也就越高 如果你看到你對面的人是骷髏頭的話 代表這個人裝等高你很多 就不要去招惹人家會比較好 要不然你可能會死得很慘 所以整個系統其實就是圍繞這三點 建造自己的城市 探索世界的遍布 看不爽的素材就給它採集 拿來提升你裝備等級 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強 打爆各種不同的Boss 直到破關 好玩程度應該就足夠吃掉你100小時左右 獨就獨在你以為可以再蓋好這棟房子結束 沒想到下一間還要你去招另外一隻Boss 即使你可以玩得很休閒 也可以跟朋友玩得很年輕 全看你是怎樣玩這款遊戲 那這款V Risen 算是剛發售沒多久 最高上限人數是15萬 一週就接近了100萬套 雖然沒有比起一年前的瓦爾海姆還要強 但這一陣子 真的也是沒什麼好玩的工藝遊戲了 這作算是小有毒性 能用318塊錢買到超過50小的遊戲 我個人覺得就是很划算的一筆交易 那這次的遊戲介紹就差不多結束了 工藝類遊戲講真的 我玩得超不多 每次都會很害怕花很多時間 在這一類身上 現在玩到這款吸血鬼絕席 真的有推好玩 不過要注意到 Mac好像沒辦法玩 其他應該都是可以正常購買上限 你要是有喜歡類似的 就可以參考參考囉 那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好可愛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